加西新聞方面,再過一個多星期就是農曆新年 列治民今日舉行一個網上名廚烹飪活動 示範應節連菜製作,並鼓勵參加者慈善捐款 韓銘進報導 在剛剛過去星期五,名廚網上烹飪活動負責人 聯同列治民市長夫人Christine Brody 首先在列治民一個購物中心 向登記參與人士派發活動當日所需的食材 因為很多家庭未必可以一起享受這個年夜飯 或者其他慶祝 所以我們想到在網上做這個活動 大家都可以透過這些平台 就可以學大廚教的兩個菜式 而是今日中五舉行的這項網上教授烹飪活動 由來自香港的名廚 示範製作兩款應景賀年菜式 蘑菇餃子和蘿蔔糕 雖然活動是免費性質 但亦不妨鼓勵參與者捐款 善款將用於支持本地非牟利組織的樞紐網站 關懷列治民RC-RG 但我一件事想要提醒大家 尤其是在這類型的季節 CNY是來的 我們需要所有的支持 從朋友、家庭和社群 所以我會感恩 如果你們有時間 可以參與參與 甚至社群工作 新時代電視機者何銘章報道 中文字任職 中文字幕下方 中文字幕邸 安眞 中文字幕